全智贤跟老公崔君贺本身育有益子 今年6月全智贤宣布再度怀孕 当时透露已怀孕10周 预产期是明年的1月 另外自从宣布怀孕后 全智贤一直身居减出 虽然也曾经在7月顶着肚子飞到法国巴黎拍广告 不过他回到韩国后也一直专心殃胎 显得非常的小心 正当全世界以为全智贤自此主力殃胎不会再露面 没想到9月14日他依旧顶着将近6个月的运度 在经济道高阳市出席代言活动 不过平日爱穿高跟鞋的全智贤 当天就相当实在的以平底鞋试人 另外虽然目前正值夏天 白天的气温也相当高 不过全智贤也非常敬业的身穿品牌的羽绒服现身 又不停的跟道场的媒体打招呼 不过其实想想女神之所以不抗拒穿羽绒服的原因 会不会是因为羽绒服的长度 刚好可以帮她挡着明显隆起的运度呢 而一众的网民就发现 虽然全智贤怀有身孕 不过她的一双美腿还是相当的苗条